你认为台湾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严重? 天下杂志做了一个调查 我们把台湾的人分组 最下面的赚最少 最上面的赚最多 你认为台湾的社会理想上应该是什么形状? 调查结果 大家认为应该是这个形状 赚最多和赚最少的都是少数 中间有健康的中产阶级 理想归理想 大家都认为台湾现在像个M型 高低所得都很极端 中产阶级萎缩了 很抱歉 我们都想错了 台湾的贫富真相 跟你以为的差很多 更别说是理想了 多数的人收入落在中低水准 再看一个你认为的跟现实之间的差距 你认为赚最多的人拿走了台湾多少收入? 假如台湾有100个人一年赚这么多钱 赋税资料显示 前10%的人包办了全台湾44%的收入 只剩56%给90%的人去分 再把赚最多的那1%拿出来看 这1%的人拿走了全台湾14%的所得 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金字塔顶端1%的高所得者 收入跟99%的人差距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34年下来差距越来越大 2011年来到了历史新高 1077万对78万 这就是台湾贫富差距的真相了吗? 也不是 它反映的真实连一半都不到 因为前面讲的都是政府能够克得到税的所得 而这些钱只占台湾人民每年真正赚到的钱的40% 另外60%根本克不到税 这六成是什么东西呢? 是赚钱几乎不用缴税的房地产和油价证券 像股票、债券、权证、基金等等的隐形收入 刚刚讲的是一年的收入 长年下来国人累积着财富的样貌 要看主记处每年的国富调查 如果你有一份零死薪水的工作 一台机车、一份保单、没有房子 那么你的财富就是这三样东西的价值加起来 而有钱人的财富不一样 他们的财产超过六成都是房地产和油价证券 这两样东西让有钱人就算不上班连睡觉都可以赚钱 用房地产和证券赚钱、钱滚钱的速度比靠工作赚钱快好几倍 时间越久 贫富差距就越大 台湾的贫富差距几乎已经是全世界最严重的 如果你想改变这个事实 请用力把影片分享出去 推动改变 让改变看得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